现代天文学中最令人着迷、最神秘、最具挑战性的主题之一,就是系外卫星探测。 没错,天文学家们似乎发现了宇宙中第一颗火山系外卫星。 我们一起探索这个令人激动的发现,以及科学家们如何通过超级计算机建模和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一步步揭示火山卫星的秘密。 目前,我们已经在宇宙中确认了超过5000颗系外行星,但到现在为止,科学家们还没有正式确认过一颗系外卫星。 为什么呢?因为探测系外卫星实在是太难了。 你可以想象,发现一个围绕遥远恒星运行的系外行星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任务,更何况要找出围绕这个行星运转的小卫星呢? 这就像试图在足球场上寻找一只小蚂蚁一样艰难。 然而,为什么科学家们热衷于寻找西外卫星呢? 因为卫星在行星系统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比如,我们太阳系中的一些卫星,如木星的木卫二和土星的土卫二,这些冰冻世界上藏有液态海洋,甚至可能孕育生命。 而木星的木卫一则以其400多座活跃火山成为了太阳系中最活跃的天体之一。 如果我们能在其他星系中发现类似的卫星,那将对天文学带来革命性改变。 科学家们此次研究的对象是距离我们635光年的恒星系统,代号WASP-49。 在这个系统中,围绕主星运行的是一颗巨大的气态行星,体积大约和土星相当。 由于行星距离母恒星极近,只需要2.8天就能完成一次公转,被称为热木星。 2017年,科学家利用位于智力盛大望远镜通过光谱分析技术,在行星周围发现了一片由纳元素组成的巨大云团。 这片纳云的存在非常诡异,远远超过了科学家们对该行星大气层的预期。 于是,天文学家们提出了大胆假设,这可能是由一颗围绕行星运行的火山系外卫星喷发物质所形成的。 根据科学家们的计算和模拟,这颗假设中的火山卫星可能每8小时就绕行一次行星,并且在猛烈的火山喷发中释放出大量纳元素,形成了神秘的纳元素云团。 这一假设之所以成立,是因为类似的现象在太阳系中发生在木卫仪上。 木卫一因为其火山喷发,向太空中释放出大量物质,形成了类似的物质环。 如果这个假设最终得到确认,那么我们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一颗系外火山卫星。 这不仅是天文学上的里程碑,更可能是我们探索系外生命的又一个新方向。 要确认这一发现,科学家们还需要更多的观测和更高精度的仪器。 未来的30米望远镜TMP和极大望远镜ALT等新一代设备,将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分辨率。 或许到那时,我们真的可以亲眼见证火山系外卫星的存在。